我把它分成兩個module 一個module的話就是合併完之後 然後把那個什麼 把全程郵局地址這些 先把它合併成一個O.TST有沒有 就是25變1 25合1之後 然後再把這些25個刪掉 剩下O.TST這第一個步驟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OK 合併完成 而且瞬間的話 它馬上就幫我合併剩下一個O.TST 實際上 這個部分呢 只多寫了一個部分 寫在哪裡呢 寫在程式結束的後面 OK 我是把它寫在哪裡呢 Printer什麼呢 Printer應該寫在這裡 Printer的上面 這個合併完成的上面 就寫這一段 就這四行 這四行剛剛有講過嘛 就是怎麼樣 除了O.TST之外的其他檔案幫我刪掉 OK 所以這個應該知道在哪裡吧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在我們那個 第 第那個上面的地方 OK 你們大概找一下 我是把它在這裡 這裡 OK 第幾頁呢 第27頁的地方 有沒有就這個 這個的寫法 所以如果 我不知道你們路徑跟我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這四行貼上去就OK了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待會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再把它合併回來 所以我另外再寫一個 合併全省郵局2吧 或者全省郵局 這個資料 或者叫什麼 分割好了 一個叫合併 一個叫分割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可以 假設這個程式 這個module 我是希望 再幫我把這個O.TST 再把我分割回來 因為現在已經合併了 接下來不過跟各位講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程式放在那邊 我會把怎麼寫的重點跟各位講 細節部分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去Run一下 其實程式也不多 非常少 其實扣掉那個Prinzer 其實就十行程式而已 然後扣掉Input Input的OS 其實九行程式而已 這程式不多 但是呢 其實有的時候 我是覺得會寫的 真的程式就會寫的很精簡 但如果有些人寫出來 程式就一把一把一招 可能九行還不一定寫得出來 可是結果一模一樣 OK你們也可以Google一下 如何把檔案做分割 OK 那每一個人寫出來的結果 一定都不一樣 OK 我只是分享我的寫的過程心得 OK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再幫我把all.tst分割回來的話 最後一樣再把all.tst刪除掉 所以呢 執行完之後 OK分割完成有沒有 它就會怎麼樣呢 幫我把這個all.tst有沒有 先把它分割出來之後 再把all.tst刪除 可是程式大概九行就搞定了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OS這個module還蠻好用的 OK 至於怎麼用 細節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有做幾個地方的變更 第一個 因為呢 我今天要分割之前 等下 合併之前 我們之前 合併的這個地方 程式應該從這邊看 上個禮拜是這個 用OS.work有沒有 去找一下這個路徑裡面 所有的檔案 檔名跟副檔名 然後把它 for i in range 在這個list裡面 它會幫我把它讀到一個list裡面 然後呢 分別就得到它的檔名跟副檔名之後呢 把它怎麼樣 去open 然後read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把它rise rise用A模式把它寫出去 不過呢我這邊多一個 就是之前我們寫出去讀到那些東西 本來是只有 後面加一個換行 因為你沒有換行 它變成它會 跑到那個同一行 它沒有換到下一行 可是呢如果 未來有個問題 O.TST 如果說你假設全部都是一個換行 那我就分不出來 到底它這一個 是不是在下一個檔案的分界 所以呢我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多一個換行 也就是說我三重到中立好了 我中間會多一個換行 那為什麼多一個換行 因為我將來要分割的時候 我就去找什麼 找兩個換行的位置 當成是它分割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中間的那個依據 OK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就真的我就沒辦法分割了 所以特別是說一定要有個特徵嘛 不然的話你沒有個特徵 將來 你要去做這些也做不了 OK所以 要不然你也可以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小老鼠好了 反正就丟一個不會 裡面不會出現的一個字圓 當成是分界也可以 只是說好像有點怪怪 因為你加一個小老鼠在那邊 讓人家覺得這什麼東西啊 OK有沒有 如果你兩個換行 我覺得只要不要是內文裡面有的東西都可以啦 OK 那我想到的方法 第一個 特別是我的程式裡面就多刪除其他檔案 然後呢 剩下偶點TSD 特別是喔 不等於嘛 那個檔案不等於喔 不等於偶點TSD 就幫我把它刪掉 那另外的話就多這個 就兩個地方 不一樣而已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合併 合併 OK所以要合併完成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剩下偶點TSD 其他都刪掉了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說呢 三重跟中立的中間 會有兩個換行 一個換行 兩個換行 當成它的分界 然後中立下面的話是南投 有沒有 南投的話就是 也是兩個換行 所以每一個 每一個中間都兩個換行 可是呢 我想說 那問題是 我現在呢 希望把偶點TSD 再幫我把它分割 回原來的檔案的話 該怎麼做 OK 不過這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當然你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歡迎告訴我 OK 提供給我參考 如果沒有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用我的吧 OK 要不然網路上找找看 其實一定也有人寫這類似的東西 只是說每一個人寫出來的 絕對都不一樣 不一樣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不一樣才是正常的 OK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們怎麼去把它做 現在偶點TSD有沒有 如果我現在執行 把它再分割的話 OK 那我把它先分割給各位看 這樣就分割了 瞬間又分割了 至於怎麼做呢 接下來 我就分享一下 我分割的這個過程好了 首先的話呢 因為第一個 偶點TSD裡面 首先我要找特徵 我剛剛跟各位講 首先第一個一樣 我們需要把這個檔案整個讀進來 讀到哪裡呢 讀到一個字串的變數裡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其實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字串 當成是一整個串列 也就是說呢 如果是第一個字的話 它的編號就是0 第二個字的話呢 就一啦 有點像串列一樣 串列 index就是0開始 那我們將來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配合那個 fine函數 fine有沒有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那個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把這個o-tsd怎麼樣 幫我read 所以你會幫我read 接下來有個p等於0 這個p什麼意思呢 p 意思就是那個要找的位置 ok 那因為我如果說 我要找那個三重的開頭 一定從0開始 那可是我要找結束的話呢 那一定是兩個雙0號碼 所以我就把0到 兩個 兩個換行的位置找到 把這中間的資料怎麼樣 切出來之後存檔比較好 那可是問題 那如果他找中立怎麼辦 那我就把什麼 那個p的位置 p的位置實際上就是找到 那個雙兩個換行的位置 再繼續往後面找 有沒有 你不能又從頭找 從頭找 他又找到 第一個那個兩個換行 兩個換行的位置 所以我這邊底下的話呢 就是用s.find 特別是要多會學會一個 那個自串的函數 叫find 這個find 其實跟那個 Excel裡面那個find函數的概念差不多 然後 不過VPA裡面叫instry i-n-s-t-r 也是異曲同工之妙 然後呢裡面就是跟他講說 你要找什麼東西 跟他講說 我要找那個 就是關鍵特徵 所以特別注意 將來如果你要合併跟分割 最重要就是特徵 我的特徵就是 他中間要分割的地方 剛好就是兩個換行 那我從哪個地方開始找 我從零開始找 就是從頭找 所以找到之後 不就三重 他一定會找 找什麼 從這邊 反正零從這邊 然後呢一直找到 找到哪裡 找到這裡 兩個換行的位置在這裡 那將來的話 我就只要把零到 找到的位置 這個部分的資料怎麼樣 把它存檔起來就好 存檔的名稱叫什麼 叫三重 可是問題來了 檔案的名稱我怎麼抓 特別是喔 它的位置剛好從這邊數過來 我記得好像數到這邊 三 好像是第十六個字吧 從 是第十七個字 十六十七 剛好編號從零開始 所以你就要抓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 所以特別是喔 後面的部分就是說 我 接下來就是 我去fine fine之後的話呢 我就找到 接下來我就要存檔 所以存檔的話存在哪裡呢 存檔存在全省邮局地址下面 那特別是喔 存檔的名稱要叫什麼 s s指的是那個檔案的什麼 p從零嘛 零加十五 意思是說 第十六個字啦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這個是第十六個字 第十七個字 所以我就抓什麼呢 第十六個字 到 第十七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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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十五十六個字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十五到十七十六啦 十六十五十六 剛好就三重兩個字 所以把三重兩個字抓到這邊來 加一個負檔名 幫我write write write就幫我寫出去吧 那存檔之後 write什麼東西呢 就是把s這個字串裡面 從p p值的是什麼 從零開始 一直幫我怎麼樣 幫我一直抓 抓到哪裡呢 抓到找到換行的那個位置 尾值 就是這個字串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另外的話 p的部分 記得喔 就把找到位置的地方 往後加兩個字 意思是說 你不能再從零開始 所以呢 我們找的位置 就必須從 找到第一 找到那個兩個換行的位置 後兩個字開始幫我找起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他就一直找 一直找 找到頭找到尾 然後把它存檔 找到頭找到尾 幫我把它存檔 OK 最後的話呢 因為我必須要把 把那個 O.TSD刪除掉 不過特別之外 這個地方會多一個 F.close 這個F.之前沒有啦 那你想說 老師你這邊為什麼要close 特別之外 如果你要remove它 如果要刪除它的話 你如果沒有close 你是刪不掉 為什麼呢 因為在記憶體裡面 它有個規則 如果在記憶體裡面被載入的話 你實體的那個檔案是無法 所以有時候你們那個 遇到一些檔案 你要把它刪不掉 為什麼 因為它正在memor裡面 有可能是病毒 OK 刪不掉 所以有時候 你必須先把它 從那個記憶體裡面 remove掉 close掉之後的話 才可以remove掉 道理跟這一樣 點close就是從記憶體裡面 把這個物件給釋放掉 然後再close 唱才OK 所以我們把它弄一下 所以我這邊close 假設我今天沒有寫好了 你會發現我 一樣可以做什麼 做那個把它分割 但是遇到一個問題 有沒有分割完之後 歐還在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把它close掉 所以它會出現說 你要remove掉 因為這個檔案 正在被另外一個程序使用 因為在memory 所以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先close掉 才能remove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地方的難度 是比較高的 但邏輯就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以前寫過類似的東西 當然不是寫python 寫java 或者寫vpvpa 其實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把同樣的概念 把它轉移到這邊 可以寫出這麼簡單的程式 那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程式碼的話 在我們雲端白板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第27頁就在這裡 OK 那細節部分的話 你可以再看看 可能會比較看不太懂的 應該是這個地方 s 有沒有 這個是指的三重兩個字 有沒有 剛好你可以數數看 它剛好是 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那為什麼你想說 老師這邊為什麼15 因為index從0開始 那為什麼17呢 因為我要到16 所以冒號 跟這個概念 跟那個range很像 OK 那另外的話 這個地方 p為什麼要加2 其實就找到的位置 再往後 其實好像我印象中 加1其實也可以 找到的位置 再往後就可以了 加1加2其實都可以 不過我為了保險 我剛才直接加2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也許加1加2其實應該都可以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切一下 所以這個範例的話 主要就是可以做到 就是我可以把上個禮拜的 那個old.txt以外的檔案刪除 OK 然後呢 再把它合併 就是 這個合併的時候 再把它分割 回原來的25個檔案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用Python來寫 哇 程式真的非常簡短 我還 如果用其他語言寫 真的沒辦法寫這麼短 其他語言寫的話 哇 可能寫一段 之前用Java寫 哇 寫到整個快吐血了 還沒寫完 OK 程式可能兩倍三倍都不止 而且邏輯複雜度 又比這個高上非常的多 不過我是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 主要我們要能夠解決問題 反正就是用對工具 可以讓你 做事情的效率提高 OK 不管現在你用哪一種程式寫 反正寫得出來 都是OK的 我這邊提供給各位 就是如何利用Python 做檔案的合併跟分割 OK 那未來大家如果你要針對 像Excel的檔案 合併分割的話 其實最簡單用VBA 因為它就在 這個Excel裡面 那如果你要用那個 Python來做的話 你可以用 再 從外部再抓一個模組 叫做Pandas 那個Pandas就可以直接 也是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未來 也許你要把Excel做檔案的 裡面工作表的分割成工作簿 或者是工作簿合併回工作表的話 其實你用Pandas也可以做到 或者是說還有其他的東西 但是你那些東西都必須額外安裝 就像上面不是有Import有沒有 OS 要必須把它引用進來 才有辦法完成 所以比較起來 好像似乎 如果是光Excel檔案的話 我是比較推薦你 但是用VBA算 不然你用Python 我覺得好像真的是 又隔好幾層了 不是做不到 只是說我覺得 似乎好像占不到便宜 OK 這部分 當然如果你是文字檔的話 或者是CSV的檔案 或者是Json、XML這些 用Python比較簡單 但如果你單單Excel的話 我是建議你應該用VBA來做 OK 所以也許你可以見招拆招 有時候解決問題的時候 真的就是要彈性、要靈活 然後最重要的是 需要的時候要找得到 這個就可以當範本 以後如果你剛好工作需要 你來改一改看吧 對不對 未來如果不是點TSD 可能點CSV 這也是OK的 或者以後是Json檔 也用這個也OK的 所以也許可以超變化一下 反正有個基本的範本 然後呢 你再去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像有一些股市行情的資料 它有些也都是網路上一堆 那我們也可以用爬蟲把它爬下來 都是點TSD、點CSV 或者點XML 那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比如它一堆檔案 你要把它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用這招 視野是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吧 那待會兒的話呢 講完這部分 我們就要接著繼續來看那個字典的部分 所以如果這部分沒有問題的同學 27頁 請你再往下拉 拉到第幾頁呢 往下到字典 字典的話應該是在第39頁 這個字典的形態 OK 那這個字典型態呢 主要是解決什麼 其實我覺得它最大的貢獻 就是未來你要跟雲端資料庫串接 或者是跟網路上有個檔案型態像Jetson Jetson 的格式的話 直接就丟進來就OK了 所以它們兩個是Match的 或者網路資料庫 雲端資料庫有沒有 OK 或NoSQL資料庫有沒有 它就是KeyValue的 那你就丟到Dictionary 就完全Match 非常非常簡單 OK 所以它有它存在的意義 可是它其實我是到自己覺得 沒有很好用 大部分還是要透過串列 有點像它有些功能 還是非得要轉成串列再來做 可能會簡單一些些 所以基本上 串列還是所有型態裡面 好像我是覺得最重要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剛剛那個範例沒問題的話 就再看一下第39頁 我們大概會舉一個例子 怎麼樣把檔案讀到HR 之前是讀到串列 我們有辦法把它讀到字典裡面 再做處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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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